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 但大家在真正的中国 今天是2024年10月4号 这一期啊,咱们聊聊旅游 今天是国庆小长假的第四天 有很多人呢,趁这个机会啊 开车或者是坐高铁 坐飞机,外出旅游 本来啊,旅游是个好事啊 既放松心情 又促进消费,拉动经济 这个是一举多得啊 政府,国家为了小长假 也是操碎了心啊 提供各种便利 把假期啊,挪来挪去 给你凑齐这七天 成全大家 但是啊,经常啊 因为集中放假 集中旅行 也会造成很多不便 每年都是这样 国庆期间啊 南京的文旅都麻烦了 有人说南京文旅天塌了 怎么回事呢 一个女子去南京明孝林玩 车啊,停到这个官方停车场 走的时候 结果啊,交停车费可以理解啊 停车要交停车费 但是啊,她这一交停车费 是217块5 感觉是天价停车费 一共停了7个小时 收217块5 该名女子啊,很生气 直呼啊,这也太吭人了 哎,双方就发生争执 僵持不下 这名女子啊,就报警求助 不幸没人管 结果警察来了 警察说啊,他们管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是明码标价 经过物价局核准的 如果你认为它是收费标准有问题 那你告相关部门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啊 视频的停车场是在明天一号停车场 也是很紧区的新区域往停车场地 核心级的小型车平时是12块钱一小时 国庆呢,长假期间呢 是30块钱一小时 这个是2018年1月1号起 就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 其实这个管理模式已经有67年了 经过调取收费系统 我们就核实了 那这个车子停了7个多小时 消费200多一点 是也按照收费标准来收取的 官方很快迅速回应 叫中山风景区停车场管理人员回应称 视频中的停车场是明孝林一号门停车场 也是中山风景区核心区域主要停车场之一 他说啊 平时小型车是12元每小时 国庆春节长假期间30元每小时 该标准是2018年 中山风景区为缓解景区道路压力 保护生态环境 实行的分层管理 措施收费 停车收费模式 严格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来执行 目前已经实行了六七年了 目前警区经过调取收费系统 以核实该车主停车7个多小时 缴费217块5毛 是严格按照收费标准来收的 不存在误收多收 有玩言就说了 明码标价就可以宰客吗 在我看来啊 实际上这就是收费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它是有明码标价 但是30块钱一小时 合理吗 不是说我这要标出来 就是合理的 也不是说啊 官方认可就是合理的 这个如咱们假日经济 是相违背的 不是典型的宰客 但是它说的好听 叫为缓解景区道路压力 保护生态环境 实行分层管理 措施收费 平时是12块 节假日收30块一小时 你这不就是敲诈吗 这个不能说之你2018年就明码标价了 你就是合理的 所以南京啊 文旅这些停车场应该改 你不能这么干 据说啊 不是南京一个地方这样 全国不少其他热门经典都这么干 平常便宜 节假日贵 为什么呢 那就是节假日来的傻子多嘛 人多 我收80一小时照样有人停 为啥不多收一点呢 可赶上这一波了 大家想一想啊 节假日政府为了刺激假日经济 为了鼓励大家自驾 出去玩一玩 拉动一下经济 高速都实行免费 那按这么说的话 高速为什么免费呢 节假日高速应该加钱才对啊 也是叫错峰啊 收费啊 提倡大家错峰出行 所以节假日应该多收 平常那个高速费是一公里一块钱 节假日收一公里三块 没毛病啊 为什么国家反而节假日是免费呢 或者国家这免费 让你利益给这些韭菜 在你这全给收走了 果然啊 得韭菜来说 你先省钱 那是不可能的 对吧 你在国家这边 高速公路这 你省了点钱 你在别的地方要多花 一毛钱攒不下 我不管怎么说啊 反正他跟国家这个精神 相违背的 韭菜 耗国家的羊毛 这些商家 耗韭菜的羊毛 最后还是左口袋到右口袋 咱们就不说 你节假日 停车收费便宜了 你跟平常一样 错峰是指 白天晚上错峰 他这个所谓的错峰 这纯粹就是敲诈勒索 为什么呢 因为政府是提倡 节假日都出去旅游 你这个景区 这个思维啊 那意思就是你节假日不要来 我节假日收费收得高一点 意思让你不要来 你平常来 节假日不要来 节假日人多 你这不跟国家政策 是反着来的吗 所以你看啊 这也体现出咱们 叫左右手互搏 很多政策 你总感觉 为什么执行下去 走样呢 达不到预期效果呢 下面这些既得利益者 各有一盘棋 各自有各自的算盘 让人感觉啊 政府把大家忽悠出来 让大家去旅游 然后这些地方 这些景区负责宰客 这个就不能怪那些农民啊 也在景区附近 拿着绳子 把路一栏 来了就要交钱 你在这停车交钱 路过交钱 这有传统吗 你看你这个 正规的景区也这么干 只不过找个借口而已 叫错峰停车 错时收费 缓解景区 道路压力 人家农民也是 缓解村里面 道路压力 缓解村里面 停车难 路过都要收费 那你说到底是 让韭菜 节假日出去玩呢 还是不出去玩 出去玩吧 面对着 类似是这种添加收费 人家故意的 节假日给你调高 不出去玩吧 又辜负了国家的一番美意啊 有的景区啊 明明是可以 开车进去 这样快省事 但是他就不让 非得让你停在外面 用他的百度车 转一圈出来 再开着你的车走人 你看多麻烦吧 完了你百度车 你要交这个车费 你停车停那 还得交车费 各种坑爹 这是宰客现象 那有一些景点 是因为人多 导致各种问题 导致游客抱怨 这个黑神话悟空啊 山西 一取景地 因排队太久 多名游客 其喊 差评 当地致歉 倡议本地居民 让路让紧 10月2日 有网友发布视频显示 在山西 林坟市 一线 小西天景区 不少排队 游客高喊 小西天 差评 大家看视频啊 大家提出了意见 我们今天 马上进行整改 好吧 但是呢 咱们体重的安全 是第一位的 大家再怎么 吐槽也好 再说骂也好 再说安全 是第一位的 好吧 让骂了 可以过来 看我 排队在外边 骂了 你知道 你看 不要再 传送了 他们都要上台阶 而且上去以后 他本身 站立面就很小 空间就上去 那么多人 所以只能说 限流 然后让排队 所以可能等的时间 久了 他们就不愿意 我们今天已经在处理了 今天在地下 就在每一个口 排队的每一个点 每一个 店的焦点 都有 报警 補警 还有志愿者 都在 三千 四周 无所调 现在小夕天的工作人员 包括保安大爷 包括这个工作人员 态度都特别好 我印象特别好 可是呢 小夕天这个地方 它的空间非常非常的狭小 为什么狭小啊 因为这个小夕天 它原来就不是景区 它原来是一个文物保护单位 接待能力 它的空间能力 难免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这一点我觉得 我们应该理解一下 据小夕天 景区工作人员回应 因景区空间有限 值得排队限流 游客因等待时间太长 所以情绪激动 针对此情况 十月三日 记者从一线 文化和邮局获悉 该局发布了 再至小夕天 广大天命人的一封信 该信 至各路天命人 国庆假期以来 小夕天景区游客 持续暴满 严重超出称载能力 建议您 结合林凡市 四个A和十二个古剑 科学规划 通关打卡 错峰出游 避免扎堆 踏出时间差 斗得舒适度 同时也参与 本市天命人 让路如客 让井如客 让利如客 把熟悉的景色 留给远道而来的游客 说得倒挺好 这个还是不太理解 一个游戏的趋景点 有那么大的诱惑力吗 你看排这么长队 你还要排 难道就不应该去换个地方吗 我想这种景点 恐怕也没想到 会来这么多人 所以一下就 超出了它的承载能力 其实有很多人还不知道 一旦景区超出承载能力 它可不是说人多的问题 它还隐藏着风险 万一有个风吹草动 或者有个什么情况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先这种 你一到景区 就排禅队的 你除非是游乐园 没办法 迪士尼 或者环球影城 有的项目排禅队 你先这种景点 纯粹就是因为一个游戏 而火的 你根本就没有必要 这个时候去看 你其他时间也可以看 甚至明年 你再看 根本就没这么火 或者后年 它这个热度就是一阵子 有很多人呢 根本就不玩 黑神话悟空的游戏 它根本就不知道 它纯粹是看人多 看别人 一介绍 一忽悠 觉得这样有多好玩 跑来 所以这山西本地人呢 这个点就不应该去 本地人哪个周末 或者什么的 都可以去看看 政府呼吁的也对啊 本地天命人 让路于客 让警于客 没必要去炸队凑热 实际上像这种 小夕天景区啊 恐怕还不是一个 就像这种火爆 莫名其妙 实际上各个景点 人恐怕都比较多 你说这种旅游出来啊 到底是找罪受呢 还是去放松 说来说去啊 我认为跟当地的文旅部门呢 跟当地的景区啊 这种管理 还是有很大关系的 破天的流量 破天富贵一来 它承接不了 没有办法引导 之前恐怕也没有预案 也没想到这么活 遇到这么大的流量的时候 它也没办法 说临时怎么解决 你比如说一号二号 人这么多 它后面三号四号 马上紧急 去这个应急措施啊 怎么样引导这个客流 任由这些游客 炸堆 那游客喊出差评 也是情理之中啊 任何东西 都是跟当地管理有关 破天的富贵 它接不住啊 所以我觉得它预案没做好 想一想天水麻辣炭 想一想这个滋博烧烤 都是不起眼的 但是人家接住了 所以说啊 跟当地文旅 跟当地政府的之中 执政能力 管理能力 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游客来说 我也是赞成游客啊 不要去凑着热闹 人一多 就换个地方 但是作为当地的文旅部门 不能这么想 你得怎么样服务好大家 怎么样让大家转换一个观念 别去了 有网友说啊 核心经典 小西天 大雄宝殿 一共才100平米 同时 只能容纳50个人 这还有点挤 那你说 他能接待多少人 50人在里面 绕缠一周 也好几分钟 有的人还在那慢慢看 还逗留呢 接待能力有限 那我们再看一个 接待能力就高得多了 著名的黄山景区 根据媒体啊 这个什么 山游新闻等等报道 有游客晚上没地方睡 睡厕所过夜 国庆假期 安徽黄山风景区 吸引大量游客 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表示 自己发现山顶的厕所 餐厅等地 挤满了过夜的游客 众多网友表示难以接受 很难想象在厕所地上 睡觉感觉 真属没苦硬吃 这个黄山景区啊 回应游客 挤在厕所过夜 三日 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表示 最近游客挺多的 门票都订完了 景区不建议这样子 就是睡在厕所里面 黄山风景区是没有夜游的 是有营业时间的 有很多网友说啊 这些人跑到厕所睡过夜 是属没苦硬吃 找苦吃 找罪受 实际上这个游客在黄山厕所的过夜 好像每年国庆节或者长假 都有这个报道 什么原因呢 实际上不光黄山 很多这个民山 这个民盛风景区 都有这个现象 有人呢 他就为了到山上看日出 看第一缕阳光 所以他们就会选择在山上的厕所里面过夜 或者是半山腰 或者是山脚下那厕所 这样后第一时间呢 爬到山顶看日出 当然有很多山顶是有酒店的 一来是酒店贵 一晚上一千两千 一来是一到节假日的酒店你也订不上 但是还有很多人还想看日出 看云海等等 那他只好啊 睡厕所 有的就睡餐厅 有的甚至带着占卜 画山 其他的山都有 怎么说呢 算不算没苦硬吃呢 这个不能简单这么说 有一部分人是省钱 省钱的人来说呢 那是有点没苦硬吃的意思 但确实有些人他就订不上 订不上酒店 只好睡厕所或者搭占卜 实际上啊 这种凑起来的长假 在这七天里面 全国人民到处跑到哪儿哪儿的人都都是拥挤不堪 导致旅游受罪 导致体验不好 这本身就是集中放假的这个弊病 所以像这种国庆小缠假 还是选择周边转一转 甚至在家里看看书喝喝茶 看看电影和家人团聚 这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从目前各个媒体报道来看啊 国庆节好像出行人数又是暴涨 但是这个旅游输入是什么个状况 这个还很难说 就是大家是不是勒着裤腰带去玩 从那个停车场停车费刺客 也可以看出啊 大家恐怕还是勒紧裤腰带的 因为七个小时收到他280块钱的停车费 他觉得贵嘛 那说明大家还是很在意这个钱的 某种程度上恐怕还是消费降级啊 这个国庆节很有可能是人数涨了 但是旅游收入原地踏步 人均花费恐怕进一步下降 这个过几天相关数据就会出来 经济形势不好 但是大家出游的心还是有的 趁机去散散心 那也是勒紧裤腰带去散心 能不花的坚决不花 某种程度上属于穷游 好 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可以订阅转发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 谢谢大家